洪水的危害 1998年下,长江、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遭遇历史上罕见特大洪灾 据初步统计,全国共有29个省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浪灾害 其实在各种自然灾害中,洪水是最常见且有危害最大的一种 洪水造成的最大危害是淹没房屋和人口,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洪水还会卷走人畜居留地的一切物品,造成大量经济损失 此外,洪水淹没农田,毁坏农作物,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,从而造成饥荒 不仅如此,洪水还会破坏工厂、厂房、通讯与交通设施 从而造成对国民经济部门的破坏 除此之外,洪水灾害还会造成滑坡、泥石流异病的出现 洪水多分布在人口稠密、多江河湖泊、多降雨的地方 中国自古就是洪水灾害严重的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,从先秦到新中国成立的2155年间 共发生较大水灾1092次,死亡达数万人以上